文章来源 VOA 针对我们的军事或监控目的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 迈克尔 迈克尔 在周三的立法听证会上表示 该法案得到了保守派组织 和拜登行政当局的支持 但并未包含在去年年底通过的 国防授权法 NDAA中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 克宁 John Corning 推出的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在参议院以90多票通过 立法者希望 他仍然可以单独通过 并签署成为法律 迈克尔表示 这部HR 6349号法案 如果获得通过 将针对增强中国军事发展 和监控能力的特定技术领域 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众议员 格雷戈里 米克斯 Gregory Mix 表示 拜登行政当局 去年8月发布的 一项行政命令要求 对美国 在中国 或在开发生产办法 带导体 量子计算机 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的 某些类型的投资方面 出台条款和通知要求 这是重要的第一步 然而 美中关系专家 告诉众议院的一个小组 还有更多工作可以做 国会有机会 在特朗普和拜登行政当局 采取的初步措施的基础上 再接再厉 阻止美国资本 增强中国的军事和情报能力 首先 华盛顿应该采取部门性 而非仅仅基于实体的方法 至少自2021年以来 美国财政部已经表明 它无意利用其现有的范围狭窄的权力 来限制对中国军事相关企业的投资 公平地说 对财政部来说 一家一家公司的解决这一问题 将是一项劳民伤财且艰巨的任务 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hew Partinger周三表示 我们还没记住的是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 拿走我们出售的任何东西 特别是在电子产品和真正的高科技领域 并将其用于军事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做 我们没有学到教训 我们认为 如果你进行更多的贸易 他们就会从独裁统治转向民主政体 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 史密斯、Chris Smith周三表示 在众议院两党共同推动这一法案之际 参议院谈判代表仍在继续讨论 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要求 其中包括为抗击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提供资金 参议院共和党人以边境安全危机为由 寻求修改美国移民法 以换取他们投票通过 对乌克兰超过500亿美元的援助 这项援武方案 也是拜登行政当局提出的国家安全补充要求的一部分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周三敦促议员尽快达成协议 麦康奈尔说 谈论我们没有足够重视 与中国的竞争在华盛顿已经变成一种时髦 赢得这场竞争意味着切实威慑北京最糟糕的冲动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投资于美国的实力 要在竞争中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需要对我们的军事能力和生产这些能力的工业能力进行更多投资 西方不能对这一挑战毫无准备 忽视历史的教训是我们承受不起的